大家好,我是司马忠元,忠元节的忠元 我孤望言之,你们孤望听之,斗篷瓜架,语如诗 讲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 短短十三年之间,就换了十几个总统 中国那时候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 这不禁让我想到那个时候的中国,不就是现在的台北吗 2014年七合一的选举,台北市首善之区,是兵家必争之地 群雄各聚一方,各路人马寄予台北市长宝座的争夺 可是却没有看到绝对的英雄出现 到底民国初年跟现在有什么差别 哎呦,就穿了九十几年 就好像旁边这个小妞穿的这个旗袍 就是中国最具代表的服装之一 图书,好看啊 这段新闻历史上发生过 哎,怎么样 对对对,没关系啊 你就照我说的去办嘛,对不对 啊,总统啊,不用理他啊 哎,我跟你讲,我是 惋戏断其锐啊,对不对 我是总理啊,我帮他决定就好 啊,啊,再见,再见 啊,好 我是叫你把他放好了,对不对 不是啊,莫名其妙嘛 哎,不交不会啊 总理你不要生气嘛,你看你这么棒 党政军关系都这么好 我看啊,这总统的位置一定是你的啊 哎呀,反了,反了,谁想坐总统的位置啊 那还要看那个人有没有那个屁股可以坐呢 是不是啊 我这姨太太讲话就是直,你可别介意啊 啊,婉戏断其锐,她是安徽人 讲话怎么一个台湾腔,你还不去查一下 老段 我说到底是你是总统,还是我是总统啊 不是,你不经过我自己打个电话在那边瞧 可以吗 哎,总统啊 其实来讲 这个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嘛 只不过是出兵德国租借区嘛 而且我已经出兵了,而且我告诉你啊 我们晚戏的,后面有日本在撑腰啊 吐痛的啦 哎呀,拜托啊,你 你又来了 你又拿不出来压我 你又知道,我比较小胸水子不一样 凉空姐关在那边,我知道就是比较死 对不起,我失态了 不要以为啊,你有日本撑腰你就拿翘了 你要看自己,翘不照得起来啊 那说得好,我们仔细讲话就是直来直往 老段 小日本要扳倒德国 你会不会一想偏开了,莫非你跟小日本 哎,怎么样 我跟小日本怎么样 我跟小日本关系好 日本支持我 怎么样 你嫉妒啊,你眼红啊 哎呦,你到事到如今还敢装算啊 拜托,我们总统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其实呢,你私下向日本卸了五亿日元 怪不得呀,怪不得你的姨太太啊,全身都珠光宝气 宝气,宝气 没有到那不少日本的游嘴啊 现在是最正确的好了 如果说这不是通敌叛国,那什么才叫做通敌叛国啊 哈? 我告诉你段齐瑞 基于大势大飞 我要免除你总理的职务 你有什么话说啊 总统 这一招好像似曾相似啊 有一个总统基于大势大飞的理由要罢明一个官员 但是如果你有点危机意识 你就会清楚啊 这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总统 你以为你在隐喻谁我会不知道吗 你在隐喻一百零二年有一个总统 他要拿掉国会的议长 手法非常的粗烈 得起明月 我才不会扑他的后程啊 总统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罢明我咯 那没关系 依据零食月法 你也没有权利撤销我的总理职位 如果你坚持你的大势大飞 那我也只好坚持我的依法行政啊 请 总统呀 听说啊 这个段祺瑞 他是惋戏老大 他关系很好的 到处送人家礼物 而且还会跟国会议员打麻将 要是他手下真的烦起来 呦 我好像都有点站不住脚位 我担心 别担心 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我说了算 没有一个人能够赖我 我支持你 假的 割据一方的段祺瑞 和在中央掌握权力的黎元宏 这两个人都是一方之雄 但是现在却摆明着杠上了 到底这个举动会不会引起更多 觊觎权位的军阀出现呢 这场群雄歌剧的戏码 会演变成怎么样呢 各有三头 很难攻哦 我们看下去 啊 总统先生 我跟你讲 婉戏断其位 你是安徽人 你什么讲话有台湾枪啊 我在你去查 你查了没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执意要解除我综艺的职务啊 所以我也决定 要号召我旗下各省的都军独立 来废除临时约法 而且不排除解散国会 哎呦 好大的口气啊 你只身一人 能不能走出这个房间 还是个问题呢 你太太说得好 谁说她是只身一人 真正的资深艺人在此 咱们 奉系张作霖也来付钱啊 我说的是资深艺人 不是资深艺人 打开好了 老张 你来得正好 有你们 哎哎哎 这个 有你们奉系的这个帮忙 这上下 我跟你讲 我们一起把这个 这真的太难背了嘛 对不对 这一段历史太乱了 实际的 林元宏啊 这个老狐狸一起拉下来 我当正的 你当副的 刚刚好 哎呀 这个要合作当然是可以了 我们看林元宏不顺眼也很久了 但是要我们帮忙 咱们家大帅 一定要当正的 你们两个何必不要这么恶心啊 国家从王之计啊 你们还在够来捡便宜 对不对 啊这话咋说的呀 哎咱们的 咱们的是缝隙啊 缝隙呢 就是最爱专内缝隙 所以你们这两大军 把打赏弄弄 俺不出来选个便宜 那俺不是笨蛋吗 对吧 哎那俺看这个局面 那要不 俺当总统 你们俩接着打 哈哈哈哈 老段啊 我看你找这个筑权的也不怎么样嘛 嘿 你要不要看看我找筑权的多够力啊 有 我们俩接着打赏弱的 明天 大力请坐 这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件狗男女搞坏了 革命尚未成功 统治人群努力 国父 我们现在还不能称你为国父 要称你为孙先生 你死之后呢 你的医术里面说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群努力 这句话被国民党的魔咒重生之后 分身不断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还在努力 而且你们国民党同志 可努力的 跟共产党斗争革命 被共产党弄到台湾来 那么台湾呢 自己还要斗哦 分成主流派跟非主流派 两边斗完 那还不行哦 最后还分一个新党 跟一个亲民党 还要继续努力 可热闹了 而且现在一百年之后 对不对 贵党的党补习 马英九 跟国务委长 王静明还在动 还在那边争 对不对 真的是需要努力 孙先生 你是不是一笔成针 还要打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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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兄 听说你作战的时候 坏掉了一条腿 是假腿 是哪一条腿 这条 你怎么知道我死会 肯定党会变成这样 专兄 你收了日本人的钱 又叫日本人干涉中国内政 现在要出兵者国租界区 大中华被你弄得 荡荡不安 不宜再参战了 孙先生说的话 你们都听了 啊 你每个人都想出头当总统 但是总统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 直系 李源宏 这个国家的仇 是全国百姓 李兄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支持你了 我好不容易 革命十一次才成功 创建民国 现在你又要赌揽大权 赌揽 赌揽 什么 你说错吗 你要赌揽大权 不就跟袁世凯一样 我说李兄啊 你就找这货来帮你助权 哎呀 那差多了 我看呢 在台面上 也没什么适合的人 可以干总统 那要不就 俺干总统 也接着打 好不好 老张啊 对不对 你讲那什么话 我告诉你 我们 我们婉系呢 是最有实力的 我们才是最适合当总统的 打 说话 这对国家有什么好 我们活不受传革命 和明月无法 不是你们从政治面上来看啊 你们这条好东西的这个大总统啊 年轻机火啊 大概的一个局面 可能就是我们这个 就因为 不是大总统啊 这么漂亮 怎么吹 而且我告诉你啊 我有运务武器 在这个时代啊 群雄并起啊 太多的军阀想要掌握权位 多到谁是谁都搞不清楚 就好像现在台北市长的选举一样 没有绝对的英雄 出来参选的人 各有各的派系撑腰 到底谁能够登上台北市长保座的位置 是人人有希望 各个没把握 就像剧中黎元宏 为了独揽大权 竟然还准备了秘密武器啊 究竟黎元宏 会如何保住他的位置呢 靠他的身材 哎呦被搞乱了 明天请继续收看周末雄新闻 这则新闻历史上发生过 高朝迭 报告 请回来 回来 你们这些烂军阀 上一场我已经说过 我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 安徽都军张勋 就是他的秘密武器 张学友 我叫做张勋 你给我闭嘴 把这段金阀给我处理了 我早就已经派兵把这边团团围住了 枪 枪我也有 我没有枪 我的枪了 老婆我的枪呢 哎呦 等一下你现在找什么枪啊 你找什么枪啊 臭三把什么时候了 很好过没有啊 你给我滚过去 有张勋作我的后盾 我的大卫是坐得很稳的 今天不止你们这些烂军阀 还有你黎元宏 滚开 我张勋支持什么人 人家一出场觉得吓你们一大跳 哦 有请 哈 虎仪 就是我 炯卫的皇帝 虎仪 哎 有没有人要拍照的 一是 两文钱 滚开 对啊 干什么 我们又没带钱 说的不是这个 哦 女的 通通过来服侍皇上 男的 通通下跪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 从今天起 民国六年 改为宣统九年 武夷正式即位 我要恢复我们大清盛世 你们几个乖乖的 扶手称臣的话 也许可以赏你们的 一官半职做作 啊 啊 东西 可恶 严重 听说你大战的时候 坏掉一条腿 是假腿 是哪一条腿 那是段祺瑞 啊 你竟然 我是好不容易 推翻掉 腐败的前朝 你竟然 你叫前朝的皇帝 要来推出一些我们 属可认 属可认 孙先生 你误会了 我是请张勋来帮我 救了他把我赶下台 还有扶持了 普仪是这样子的吗 对嘛 那个老孙 你别那么激动 你进来那么大伙计 跟您报告哈 这不就一个 逊位的皇帝 一个落魄的军阀 咱们两年手 都能够扳倒他 你小子 干什么 围城 扣贱无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几个 谢皇上 就凭你们几个 也想当总统 一个三八老 几个认课 一个医生 在地方当当 土皇帝还行 想来中央混 钱 你 啊 我知道 你想说呢 要选台北市长的 连胜文科文哲 许天才 阿古力兄妹 你是鬼车什么东西 我在说这些烂军阀 哎 张勋 溥仪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两个呢 霸占国会殿堂也就算了 还自己在那边称帝 你们眼中到底有没有王法 就是嘛 对兄 你是以为是老大 废除临时交换 然后解散国会 就以为没事了吗 解散国会 碰到你是民进党啊 哎 哎 怎么扯到民进党去的 不是哎 你们看这老孙啊 哎 你以为他多厉害 他推翻那清朝啊 就是自个儿想当老大 结果怎么招 当老大了呗 还不被那原历 还给赶下来呢 要当老大的话 就是得拳头大 在里面我的拳头最大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张勋复辟 每个时代 都会有人出来拥护旧势力 旧势力 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共犯结构 就好像现在的王金平 不说了 气死我了 我现在表演一段果腹 在历史纪录片里面 慷慨激昂的样子 我来演一遍 林文武美式计划 反映三大主义 任务国民权 任务国马 做完你去 维修部组织 我为什么在日带上 不堪欺负 林文武美式计划 想借着张勋的势力 巩固自己的政权 没想到 唐狼补禅 黄雀在后 张勋竟然趁机恢复了帝制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张勋复辟 各个想当总统的军阀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究竟张勋会不会侠天子以令诸侯 满清王朝又能够维持多久 我看维持不久了 要靠运动 想到哪里去 是我们继续看着 老张啊 我之前就跟你讲过说 腹屁是行不通 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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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在讲你又没有在听 你没有在听嘛 所以你才被绑成这样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现在已经不吃清朝那一套了 你看吧 十二天就挂了嘛 还要等多久 现在张勋复辟已经失败了 没咱们的事 咱们走吧 您慢点 您慢点慢点 这个黎大元帅 你慢点慢点 这我说这黎大总统 您这么就走了 这不成吧 你把他给拉着了 这黎大总统 这张勋这号人物 可是您也请来的 结果怎么着 他给搞了腹屁 我看这事 您是不是得负点连带责任呢 就是说嘛 你老公是总统 那么他应该是不是要负责 下台 你这个臭三蛋 下台就下台 这总统也是来来去去的 哪天我有实力了 我再回来 你慢点 老张 喊我呢 给你一个忠告 你这辈子跟火车相克 黄姑同 千万别去 我们国府 手上的你 这里却如花 没有办法 现在小学生 听果父纪念歌 听都没听过 还好没有恢复到满清的时代 要不然我又要革命了 不过现在这个总统的位置 给我 给他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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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 别吵 等会儿 等会儿 我个老孙 你瞧瞧 咱在那地方生根多久 各何况咱是那老北洋 这血统存症 您这大总统的位置 不给咱 那就不对了 不就一些老家伙支持你而已吗 对不对 你刚刚说那血统存症 我跟你讲 刚刚最纯的那个 才被我赶出去呢 现在是枪杆子出政权 我的实力最强 我才是老大 段兄 你背词临时约法 还解散国会 你这种独权揽阵 跟满清有什么两样 就算你解除了这个复批事件 这也是以派反判 等会儿 什么 枪杆 跟我比枪杆 我 他讨厌的讲枪杆 你个十三八 你对不对啊 枪杆给你八十多年 老大你多讲那些 我说的是枪杆 实力 段大元赛 要比实力是吧 那咱们就看谁的实力强 战场上谁能够有先机呢 太好了 除外我前进的小石头 统统被我处理掉了 我看下一个大总统 非我莫属了 就是嘛 可是我刚刚在外面听说 孙中山很生气的说他要护法呢 护法 护什么法 他头发都快没了 还护法 好像是那个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就是你之前废调的那个啊 听说有两艘军舰 你就要开过来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车里扒外的家伙 我才刚刚帮他们解决副批的问题 他们现在反扰我一口是怎么样 没关系你们有军法我也有军法 对不对 大家各凭实力 下一任的总统是谁 都还不知道呢 大家走着瞧 乱七八糟 以为我孙中山不在 复辟事件之后 换个讽国章来当总统 民国初年 就有十几个在当总统 时代太乱 就跟你们现在一样 搞什么复辟 搞复辟有什么了不起 吕秀良还想回来选市长呢 李希腊 在国家里边 没有什么 质疑 我 没有什么 收音 收音 收音